说真的中国的基建真的是太牛逼了 我想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个能力 在五年的时间可以修成这样的一座大桥 上面的是飞速行驶的高速 下面是大峡谷 垂直落差三百多米 哇特别瞎摇自在的样子 大家早上好 今天早上醒来被热醒了 哇睡觉还挺好的 现在时间是已经快九点了 这里车内的温度是32度 我要赶紧洗洗 上一个视频说到我们离开了边城茶洞古镇 这是沈崇文笔下的边城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上一个视频 那在服务区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 我又开车前往矮寨大桥 那下高速之后来到了第一个村子 叫做幸福村 下高速之后我在这个幸福村 点了一碗米线 吃早餐 先吃个早餐 然后去景区里面 我们一会要去的矮寨大桥跟极豆苗餐 现在已经是景区了 门票大概是100多块钱 我纠结了好久 终于决定要去了 有句话叫来了来了 对吧 两张票 一张115是门票 另外一张电瓶车10块钱 在矮寨大桥机动苗 在天问台 还有一个就是悬空站道 这几个就合成景点 在一个矮寨奇光景区里面 所以这里已经是被开发成一个景区了 我之前不想进的原因就是因为景区比较商业化 但是后面了解一下资料 极豆苗站还是非常值得进去看一下 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原始的 从这个景区进去了 可以直接的上到矮寨大桥上面 然后可以坐矮寨大桥的电梯 可以森林起劲的 在大桥上面去感受一下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来看一看 我们先到矮寨大桥上面去看一下 这个矮寨大桥奇光景区 它有两根路口 一个路口是更靠近矮寨大桥的 另外一个路口是靠近鸡寨大桥 我眼前就出现了非常雄伟壮观的矮寨大桥 这个桥是打破了四个世界第一 今天都是一颗天气 所以这位架上时空间非常的难度 非常的强大 第四呢是我们这个陀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林 我现在在湖南的湘西 湖南就是山特别多 因此在湖南跟惠州这边 桥就特别多 我身后这个桥可厉害了 它是湖南最长的桥 也是全世界最牛的一个吊桥 它的全长是1779米 建在两座大山之间 那这个桥上它的高度有300多米 它是一座高速公路桥 它是双向四车道的 它的建成是打破了四个世界之最 并且克服了五个世界级的难题 在这个景区里面有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走到这个大桥上面 可以坐那个大桥的观光电梯下去 前面呢就是有一个垂直的观光电梯 我们可以下到这个桥增上面去 虽然现在天气这么炎热 但是在这个峡谷里面还是觉得 偶尔有一些非常凉爽的风吹过来 在观光电梯日最大承载量1000人 顺势承载量60人 就是这个电梯一次只能 因为最大承载是60人 外面就是矮盖大潮了 这哪是一层头 感觉坐了十几米 这个角度看更加的雄伟壮观 上面呢是飞速行驶的高速 下面是大峡谷 垂直落差300多米 上面还有飞滑翔赏 哇特别虾摇自带的样子 飞拉达攀岩高桥矩阵云中漫步 高桥垫及高空秋千 看一个价格 最贵的奔旗是1340还是活动价 云中漫步 高桥矩阵 高空秋千 就是那个滑锁 高桥奔旗 现在我们就走在矮在大桥上 矮在不对 是矮在大桥下 上面是高速在飞奔 我们走在下面 来看一下这个大峡谷 这个景区还有一个景点是悬空站道 这个景区还有一个景点是悬空站道 我觉得没有必要花那个钱 应该大概有七几块钱吧 我觉得走在这个矮在大桥上面 下面是德汉大峡谷 这个已经足够的惊险刺激了 有没有恐高的朋友 说真的中国的基建真的是太牛逼了 我想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个能力 在五年的时间可以修成这样的一座大桥 下面这个盘山公路就是最早以前要去矮在的一个盘山公路 下面看一下它这个拐弯已经接近一个回形针了 惊不惊险 是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